有六十年樓齡的華峰大廈上個月發生三級大火 造成五死四十傷 消防署在事發一個月後 巡查大約239棟大賓館的商住兩用舊式大廈 發現有超過四成半大廈的防衣門被洩開或損壞 發出超過600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消防署署長楊恩健接受我們專訪時說 這類舊式大廈多數集中在油尖旺、深水埗和灣仔區 他們的消防隱患都很類似 我們日常會見到比較多的消防隱患在哪方面呢 主要就是一些阻塞走火通道 以及將防衣門攝開 本身如果你放一些雜物在走火通道 如果發生火警的時候就會影響到你的逃生 另外就是如果防衣門好像很簡單 有些人為了貪方便去做一些運輸或者平時出入方便 攝開了如果一旦樓宇裏面有火警 煙就會隨著防煙門打開走進一些逃生的樓梯 如果那些人去選擇這些樓梯去逃生的時候 就會吸入到火警引致出來的農煙 楊恩健說近幾場大火都見到市民會無煙逃生 其實這樣反而更容易因為濃煙而陷入危險 平時你應該熟習哪條樓梯是最近你的家 你就嘗試用那條樓梯逃生 但如果你發現出到門口去樓梯的時候 樓梯有煙 你就應該不要再用那條樓梯去選擇 如果你坐樓宇有兩條樓梯去選擇另外一個樓梯逃生 但如果你去到另一條樓梯的時候 或者走廊的時候煙 你就應該盡快 剛才我提及過有個逃生三步 就是希望你拿回鎖匙 盡快回到自己家 楊恩健透露消防署自今年4月底起 已經向3,000多戶舊住戶 免費派發滅火桶和火警偵測器等消防設施 未來會持續再派多6,500戶 儲方亦積極協助舊樓加強消防安全 由去年9月至今 儲方已完成118宗消防系統工程驗收 比起過去同一時段審批的37宗 數量上升200%